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均衡的饮食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会介绍均衡饮食的定义 还有食物怎么分类 食物的营养价值 那再介绍食物代饭表 还有相关需要量跟份数 首先我们看这个教学目标 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认识并且了解均衡饮食的定义 并且了解食物的分类跟食物之间的营养 食物的营养价值 还有认识了解食物代饭表 最后我们会了解 相关食物的需要分数跟量 那所谓的均衡饮食 是说食物的分类跟各食物的营养价值 那我们会把食物做一些大项的分类 然后再看它以金字塔 以金字塔的形式来说明均衡饮食 那再来我们会用食物代换表来计算 如何用食物代换表来计算均衡饮食的一个设计 那所谓的食物分类跟食物的营养素的价值 那首先我们会把食物分作六大类 那我们会一类一类的来分别介绍 那第一类呢就是奶类 那奶类呢适量即可 所谓的适量 就是说一个人的需要量设计 那有的人认为说每天需要两份 那对于婴幼儿来讲 它可能主食都是以奶类 那就可能会六到六份以上了 那这个就看不同人的需求来设计 它所需要奶类的分数 那因为奶类含有钙质维生素B2 还有维生素D这些营养素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保持骨头 还有牙齿的健康 储存骨本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还有预防骨质 那食物的来源就是包括了鲜奶 薄酒乳 奶粉 优肉乳 起司等 那第二类呢我们称为水果类 每天的需要量大概就是二到六份 看个人的需要设计 那一般我们每天的需要量呢 如果需要多的可能就会到六啊 看一般我们说五七九 那蔬菜水果合起来是五七九的话 那就看你怎么搭配在水果这边 那水果呢 每天是需要量在二到六份 那是可以吃的比较多量的 因为它含有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 抗氧化物质 这些营养素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维持细胞的健康 生理的代谢正常 增强抵抗力 那食物的来源有 巴勒 柳丁 柑橘类 香蕉 木瓜 芒果 小番茄 还有柚子 这些 那第三大类呢 就是蔬菜类 蔬菜类每天需要量 大概二到六份 那这些蔬菜类呢 主要含有的营养素呢 就是有纤维素啊 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抗氧化物质 这些营养素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预防便秘啊 还有提供维生素啊 这些营养素 那它的食物来源呢 有各种的绿色蔬菜啊 小白菜 青钢菜 菠菜 芥兰菜 这些 那还有就是白色蔬菜 像高丽菜 大白菜 这些 那黄色的蔬菜 就有番茄啊 瓜类啊 笋类啊 那紫色的蔬菜呢 就是有茄子啊 这一些 那五谷根筋类呢 每天需要量 大概六到十二份 就看每一个人的 这个 所设计出来的热量 是需要多少 我们就会分别不同的需要量 那在肉鱼豆蛋类呢 我们大概每天的需要量 是在二到六份 那我们先讲五谷根筋类的部分 每天呢 需要量大概就是六到十二份 它的营养素呢 有糖类 食物性的蛋白质 维生素B群 等这些营养素 它主要的功能呢 视为热量的来源 那因为它算主食类 那食物的来源呢 包括米饭啊 面啊 麦片啊 玉米啊 马铃薯啊 番薯啊 芋头啊 这些根筋类 那或者是用制成食品的油 像面包啊 吐司啊 馒头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五谷根筋类的部分 那第五大类呢 就是肉鱼豆蛋类 肉鱼豆蛋类 每天的需要量是在二到六份 它是属于完全的蛋白质 然后呢 有维生素B群 矿物质 这些营养素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身体组成的 的主要部分 因为它有很多的完全蛋白质 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可以增强免疫力 它食物的来源 包括像水产品啊 蛋类啊 豆制品啊 肉制品啊 情绪肉类啊 还有其他的制品 那油呢 是第六大类 每天的需要量大概是二到六份 每天呢 最好少吃一点 它呢 占的那个热量的比哦 就只有30 25%到30% 最好不要超过30%以上 它是油脂类呢 是有必须脂肪酸 脂肪酸 还有饱和跟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营养素 那油脂的功能 主要的功能呢 是提供能量 油脂类能够协助 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吸收 可以维持正常的生理代谢 那它的食物来源 就是有植物性的油脂 像沙拉油 橄榄油 花生油 开心果 这些 那动物性的油脂 就是包括了猪油 牛油 奶油 这些都是属于动物性的 油脂的来源 那除了这六大类食物之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调味品啊 糖啊 盐啊 这些 那每天的需要量呢 少少量 调味品最好是少吃一点 比较好 那充足的营养 是可以预防疾病的 所以我们每天呢 必须要从这六大类食物呢 摄取 然后呢 就可以摄取到必须的营养素 那必须的营养素充足的时候 特别是蛋白质跟热量充足的时候 就可以增加抵抗力啊 然后成长中的婴幼儿呢 就可以正常的发育 否则的话 就会降低胎儿出生的体重 会降低他的免疫力 体重就会不足 抵抗力会减弱 那对胎儿来讲 还会产生畸形 营养不良 会造成畸形的问题 在胎儿还会产生 心智或是身体发育的 雌智的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 当热量不足的时候 抵抗力弱 而且就会有多病的现象 而且是罹患癌症的风险会提高 那对于太肥胖呢 那就还有其他的疾病 所以热量不足有问题 肥胖热量过剩过多也是有问题 所以呢恰到好处 要控制的好 那所以我们说热量要节制 因为呢就可以降低肥胖啊 糖尿病啊 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如果热量不足呢 在婴幼儿呢 还会造成生长发育 磁质的现象 那脂肪的适量的部分啊 脂肪适量的话 就会降低肥胖 以及癌症心血管疾病 动脉硬化硬化症的风险 那膳食纤维的适量 可以降低便秘 息事症或者是癌症的风险 那糖分 精致的糖分啊 很容易造成这个蛀牙 所以呢 适量的糖分摄取 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 那酒精的适量 可以降低什么脂肪肝啊 或者是酒精性中毒 所造成的营养不良 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心衰竭的风险 那各种矿物质 或者是维生素的部分 我们认为说 足量的矿物质 会维生素 可以降低各种缺乏症的风险 比如说 钙的足量 可以降低骨质 疏松症的流失啊 或者是造成 直肠癌 高血压的风险 会降低 那充足的铁 那充足的铁 可以降低缺铁性 平血的风险 那浮 足量的浮 会降低这个蛀牙的风险 钠的摄取量 适量可以降低高血压 跟相关心血管疾病 跟肾脏病的风险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国人营养以及健康的现况 那国人的平均余命 可以分作长寿的显示 可以作为健康的一个指标 那国人的平均余命 已经比以前长寿呢 更加长寿 也就是表示国人的健康 有明显的改善 我们可以从民国40年 平均余命呢 是男性53.4 女性呢 是56.3岁 那到了民国70年啊 两性呢 都已经达到了70岁以上了 那民国80年 男性呢 是平均余命是71.8岁 女性呢 女性是77.2岁 那民国90年呢 男性呢 是73岁 女性呢 是79岁 那国人的平均余命 比韩国跟中国都还要高 但是还是低于英国 美国 法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这些先进的国家哦 那在1998年 世界主要国家的长寿排名啊 台湾名列是34名 第34名的 那国人健康改善的原因 从我国 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 在10年内呢 是快速成长的 也就是说 人口老化的这个部分啊 我国是快速成长的 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社会 因为1993年开始呢 已经超过了70 超过了7% 也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人口呢 已经是7%以上 符合联合国高龄化社会的定义 到了2001年底啊 更高升到88.81 也就是说200万老年人了 约有200万老年人 那老老年人的人口增加率呢 是32.4% 总人口增加率 只有7.71% 那国人的健康改善的原因 是包括了经济的发达 国家卫生环境的提升 公共卫生的良好 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 还有居住环境品质的改善 医疗保健设备跟技术的水准提高 国民卫生知识的增进 国民营养的改善 以及卫生习惯的良好提升 等等 这些都是国人健康改善的主要原因 那在台湾地区民国90年的 十大死亡原因看来 台湾地区从民国90年 十大死亡原因 医序为恶性肿瘤 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 意外事故的伤害 还有糖尿病 慢性肝病 以及肝硬化 肾炎 以及肾症候 以及肾病变 肺炎 自杀 以及高血压性的疾病 这些 癌症呢 在近十年来 都一直高居不下 那医序呢 就是为肺炎 肝炎 结肠 直肠炎 那女性呢 是乳癌 胃癌 子宫颈癌 口腔癌 那男性呢 还会有这个 射腹腺癌 还有 Parkinson 症 这一些 还有食道癌 Parkinson 还有 台湾地区 主要的死亡原因 在 这个 表五 之一 这边 我们把台湾地区 主要的死亡原因 所有的死亡原因 有恶性肿瘤 心血管疾病 以及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意外 事故 肺炎 以及慢性肝病 以及肝硬化 肾炎 肾症候群 以及肾病变 自杀 还有高 高血压性的疾病 那也就是说 在全体的癌症死亡 原因看来呢 是以肺癌 肝癌 直肠 结肠 直肠癌 女性呢 就有乳癌 胃癌 以及口腔癌 子宫颈癌 男性呢 就是有 射腹腺癌 食道癌 胰脏癌 那所以 如果把男性 分开来看呢 第一名是 肝癌 肺癌 然后 结肠癌 直肠癌 那口腔癌 以及胃癌 那 食道癌 射腹腺癌 然后 肺核肩 肺核肩 淋巴癌 还有胰脏癌 鼻咽癌 等 那女性呢 是肺癌 肝癌 结肠 直肠癌 女性有乳癌 子宫颈癌 胃癌 胆囊癌 胰脏癌 灰核肺 灰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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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白血病 那这个资料呢 是来自于行政院的死因统计的数据 那国人的疾病的转型哦 从我国疾病类型的转型 可以看见 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跟40年前大不相同 40年前的疾病 以急性的传染病为主 可能是生活卫生环境的不良 保健设备跟技术水准的低落 经济能力的不足 或者是食物跟营养缺乏 造成营养缺乏症 或有免疫力差 或者是医疗欠缺等问题 那从民国70年以来 慢性的疾病 它的死亡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癌症跟糖尿病 已经呈现升高的现象 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 高血压就 有高血压呢 就有缓和的下降的趋势 这个是因为卫生局啊 这多年来加强宣导高血压的检测 显然是有助于预防高血压 与文明病 那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 国人的营养问题最多的是肥胖 能量过剩 国人的营养不足的问题 在女性呢 视为缺铁 钙 还有维生素B群 这些问题 好 那所谓的金字塔型的均衡饮食 就是说 在一个健康的饮食内容 应该是包括了 必须营养素的各种种类 都要齐全 而且充足 六大类的食物 应该分配的均衡 而且有合宜的分数的食物 食物它的量 而且摄取量 应该配合着身体的需要量 而调整 充分的利用这个每大类的一个食物 使得饮食的内容能够多样化 适量的调整各类的食物 适当的比例 兼顾美味与愉快的饮食文化 那金字塔的均衡饮食 金字塔的均衡饮食 是指着食物的内容中 涵盖的种类 跟它的含量比例而言 现阶段最积极讲究的是 美国农粮部 所推出来的金字塔饮食 它的组成 食物的组成 就是依建议国人的饮食指引 依这样的一个金字塔饮食 的食物组成 来建议国人的饮食指引 所以金字塔的底部呢 最多的就是米饭类 面条啊 面包啊 饼干啊 麦片 五股杂粮 这些份量最多 占总食物内容的 40到50% 那其他呢 像 蕃茄 青菜 花椰菜 马铃薯 地瓜 胡萝卜 蔬菜 以及水果类的分量 那就占为 其次 占总食物 内容量的 30到40% 再其次呢 就是肉鱼豆蛋 肉鱼豆蛋类 那包括了荷果啦 豆类啊 豆制品 甚至于包括奶类 优肉鱼 以及奶制品 乳酪 这些蛋白质类 占了总食物内容量的 15到20% 也就是这些 含有蛋白质高的 食物类呢 是占总食物量的 15%到20% 就可以了 那金字塔的顶尖 视为油脂 沙拉 奶油 牛油 糖 以及糖果 这些 那马铃薯片啊 零食啊 这些东西啊 都要尽量的减少 摄取 应该减少 小于总食物 内容量的 5到10% 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健康的饮食原则 健康是给人一种 没有疾病 身心健康 积极明亮的感觉 所以应该有充足的睡眠 适当的营养 充足的水分 来保持这样的健康状态 因此在饮食上 应该满足 精致塔型的均衡饮食原则 加上供给充足的水分 让细胞能得到 适当的滋润 那皮肤要有光泽 有弹性 首先就应该要有 蛋白质充足 不饱和脂肪酸 足够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A 还有钙铁 欣喜等 维持细胞健康的 营养素都要充足 减少氧化 并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而且能够避免 老化的营养素 就不能缺少 也要避免刺激性 咖啡 酒 辣椒等 以及油炸食品 高温油炸 会使得油脂氧化 产生氧化物 过氧化物 等有毒的物质产生 容易造成老化 或者是致癌的物质 那国民饮食指标 建议的八项原则 首先就是要维持理想体重 健康的体重 健康的体重可以延长寿命 使得身体强健而减少疾病的衰弱 减少疾病跟衰弱的现象 那体重过重呢 就会增加罹患文明病的风险 例如高血压 高血胆固醇 或者是心脏疾病 中风 糖尿病 关节炎 或者是某些癌症的罹患率 那摄取均衡的饮食 日常饮食应该涵盖饮食指南建议的六大类食物 所以摄取的营养素种类以及量都应该足够 否则食物摄取类别减少时 有些维生素以矿物质的摄取量就会不足 而造成增加营养缺乏的风险 那国人饮食指标的八项原则 其中呢就是三餐应该以五骨为主食 五骨杂粮这些食物呢 提供的是淀粉跟膳食纤维 这些多糖类 可以帮助维持血糖 并且保护肌肉与内脏器官的组织蛋白质 尽量选用高纤食物 膳食纤维有助于血糖与血脂的控制 预防治疗便秘 促进肠道的生理健康 降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那指标的 指标里面的八项原则的第五项呢 是要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原则 摄取过量的油脂会增加血脂异常 或者是罹患心血管疾病 某些癌症的风险 食盐含有钠 钠的摄取过量会增高 高血压的风险 也是增加钙质的流失 那 第六个 第六项原则是 多摄取含钙质丰富的食物 钙是骨骼的组织 摄取充分的钙质 确保 可以确保骨骼的成长 能够增加骨质的密度 并能降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钙质摄取不足 会增加骨质疏松症 或罹患高血压大肠癌的风险 那第七项的原则是 多喝白开水 水在体内参与体温的调节 消化吸收营养素运送与代谢 还有代谢废物的排除 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 都是必须要有这个水分 所以水也是我们必须的营养素 那对于第八项原则呢 饮酒要节制 因为酒精 每公克的酒精呢 提供了七卡的热量 摄取酒精太多 会增加高血压 中风 乳癌 肝脏 以及胰胀发炎 心脏与脑部伤害的危险 那孕护呢 不宜是摄取酒精 否则会增加 会增加胎儿 酒精症候群的风险 那世界各国的饮食原则 面对世界各国 人民健康的问题 呼吁社会的营养问题 包括了 种族 基因 基因的遗传 生理特质 环境的因素 饮食的文化 卫生习惯等 那就会呈现多元化的现象 例如 女性切铁 女性切铁率远高于男性 那老年人呢 很容易缺乏维生素B12 素食的人呢 都会有铁跟维生素不足的 的风险会比较多 那世界各国的饮食原则里面呢 会因为国情或者是环境而有些不同 对于气候炎热的国家 特别呼吁使用卫生安全的食物 那在英国呢 就宣导用餐愉快 那日本呢 是强调享受烹调跟家人一起用餐 那还有对于 针对那些特殊营养素缺乏问题的建议里面 例如澳洲建议女性多摄取钙丰富的食物 印尼呢 则建议女性多用铁丰富的食物 菲律宾则建议选用强化营养素的食物 那在我国1982年发布了第一版的营养 以营养素为主 强调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应该有适当的比例 那1989年发布第二版强调食物为主的选用体重控制 并提供国人的体重标准范围 那1995年发布的第三版强调以食物为主选用体重的控制 增加钙以及白开水的宣导 那健康的饮食形态里面呢 很重视饮食的指南 也就是说 营养保健为目的的每日饮食指南 是针对每日食物的组合方法 包括食物的分类 各类食物的食用量 还有食物的组合 这种以食物而不是营养素为主的饮食建议 我们称为叫做 Food-based dietary guidelines 那健康 现代人健康的饮食特点 每日的饮食内容应该是以植物性的食品为大宗 那动物性的食品 那动物性的食品约占三分之一 包括奶类 蛋 鱼 豆 肉类 这些 那各类的食物之间不宜互相的取代 但是同类的食物之间 应该是可以变换利用 那利用不同种类的食物 那所以饮食的指南的建议 可以以一天为单位 每餐尽量的可以均衡 各餐之间可以节肠补短 可以配合生活的步调 来选择餐饮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 数食 外食 都可以加以利用 饮食指南 也适用于数日之间的均衡 比如说 遇到有喜庆 喜庆宴会的时候 它的前后 可以利用清淡的饮食来做调和 每日饮食的主食类食品应该选用 油脂含量低的形态 那对于饮食的代换表而言 就是说 食物分类跟它的分类与它的分量 应该依照饮食指南中 食物的品相众多 可以区分为 五穀根精类 水果 水果类 蔬菜类 奶类 肉鱼 豆蛋类 还有油脂类 等六大类食物 那把营养素含量呢 相当的食物 归为同一类 那每一类的食物的基本用量 基本量我们称为分量 那同一类食物的每一个 每一个分量里面所含的营养素 都应该是相当可以互相替换的使用 所以每日的饮食应该涵盖了这六大类食物的 那五穀 五穀类的食物通常是作为主食的 那所以五穀类的食物呢 包括了米饭 米制品 小麦 以及面粉类 的制品 早餐 古类 玉米 等 还有根精类呢 就包括像干薯啊 马铃薯啊 芋头 菱角 以及莲子 莲藕 这些通常呢 还可以作为配菜用的呢 就像绿豆 红豆 这些 都是五穀杂粮类了 那蔬菜类呢 是像深绿色的 像小白菜 菠菜 空心菜 以及青钢菜 番薯叶 芥兰菜 胡萝卜等 那浅色类的蔬菜呢 就是大白菜 高丽菜 蜗具 黄瓜 冬瓜 竹笋 那豆类的蔬菜 像菜豆 豌豆夹 豌豆仁 毛豆 那菇 菌类 是草菇 香菇 金针菇 木耳 那海产类的 的植物类呢 就像紫菜 海带 海带 芽等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立体 那在立体一 我们认为说 核胃的均衡饮食 那所谓的均衡饮食 就是依据个人的需要在六大类食物 依据他的需要 我们可以设计 设计 涵盖有充足的分数 跟涵盖到这六大类食物 所以呢 就可以摄取到充足的营养素 那这六大类食物就包括奶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肉鱼豆 肉鱼豆蛋类 主食类 油脂类 那这六大类的食物 那都 基本上这个均衡饮食呢 是以主食类呢 是以五股根筋类 占了50% 那蔬菜类呢 蔬菜水果类呢 应该要占到25到30% 那蛋白质含量高的肉类啊 奶类啊 就是占15到20%的一个总量就够了 那食物的分类跟食物质 它的营养价值是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看六大类食物的奶类而言 它是主要有钙质啊 蛋白质啊 维生素 维生素B群 以及钙质的含量会比较多 那蔬菜 蔬菜类跟水果类呢 提供的 主要提供的呢 是维生素跟矿物质为主 它的 它并没有所谓的热量那些比较 含量比较少 糖类的含量呢 会比较少 那对于 蔬菜水果呢 主要就是提供这些 维生素跟矿物质为主 那主食类呢 五谷杂粮类这些主食类 是当作主食类的呢 就提供了很多的糖类 那对于肉鱼豆蛋 这些呢 含有比较多的蛋白质而言呢 它是提供 主要是提供蛋白质 还有一些是铁质啊 还有油脂啊 这一些营养素 那对于油脂 第六大类的油脂类食物呢 主要提供是脂肪跟脂肪酸的 那除了这六大类食物呢 别忘了 还有水分的摄取 水分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 好 那何谓食物代换表呢 食物代换表 就是把这个六大类食物呢 分别归类 把营养素相近的呢 归作一类 那每一大类里面呢 最好就是可以互相替换 因为呢 在饮食中 你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 但是不同类的食物呢 最好不要做替换 那在做饮食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 把热量的需求 还有分配到各个 蛋白质糖类的比例以后呢 再分配到在这个六大类食物中 那这个六大类食物 代换表里面呢 每一大类的食物 它们所含的营养素是很相近的 但是它们的重量 可能有些微的不同 那我们称为食物代换表 它是可以有方便于做食物设计的时候 或者是营养师跟病人跟 跟一般群众做沟通的时候 可以用分数这样子来做说明 很容易沟通的 那有哪些食物常见作为主食呢 一般常作为主食的食物呢 就是五股根筋类 包括稻米啊 小麦啊 高粱啊 玉米啊 这些都是五股根筋类 还包括了红豆绿豆 这些都是 好 那总结呢 本课程呢 大概就是把均衡饮食的定义 做了个介绍 并且呢 也让我们了解了 食物的分类 跟食物 这个每个大象的类 里面食物所提供的营养 它的营养价值 那另外还做了食物代换表的介绍 也就是不同类的食物 它有就是归在一类 那同一类的食物里面 它的营养素呢 就比较相近 那它的重量不尽相同 但是营养素就会很相近 最后我们会把食物的需要量 跟分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 每天所需要的 六大类食物的需要量都不同的 也就是说 它的分数不同 根据它的热量 以及蛋白质脂肪 糖类需要的重量不同 而分配在各种食物的分数 就会不一样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 所介绍的一个内容 我们下个小节目的 感谢观看